我就说中国品牌真的是太内卷了 好端端的一个汽车的展览会 广汽传奇直接把一个歼10的飞机模型给搞过来 虽然说是一个模型 但是热度不减 为什么不在前面去给大家讲这个东西呢 因为前面人真的是太多了 好多人都在围着这个展台去看 看飞机的人要比看车的人还要多 真的很夸张 其实广汽传奇在营销上面还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 之前苏炳天跑了9.83秒的这样一个成绩 在这个之后 他们就直接把引爆的车型定价直接改到了9.83秒 真的是很会玩 真的很会玩 然后这一次广州车展 他们也推出了相应的引爆的联名版 就是和我们的歼10B这样的一个机型的一个联名版 很有意思 同时我觉得最重磅的应该是身后这一台 第二代的广汽传奇GS8 我们知道这台车子在五年前第一次上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厉害的点 就是它的定价超过了几乎是超过20万 一个中国品牌突破20万定价的天花板 这个真的是很难做到的 除非你真的是很有实力 很有信心 那这台车子做到了 而且在当时热度 包括说销量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时隔五年 它迎来了它自己的换代 第二代的GS8 很简单 第一个 它的造型大变 它的前脸变得更加的硕大 同时整个的这种更夸张的感觉 包括说这一次这个车身的一些涂装 你看真的是很会玩 很有自己的这种潮流方面的这种融入 同时最重要的是 这台车子它新增加了混动系统 而且这个混动是丰田的THS 就现在中国品牌都在去搞这种混动的系统 还有混动的品牌 但是要知道这个技术还是很难的 在初期你搞不好的话 这个实际的表现就不会很好 那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呢 因为广汽传系有丰田的这个渠道 所以它就直接把THS拿过来用 那这样好处就是它避免了很多的这种 比如说调校不好的这种弊端 那现在呢 这台车子其实也达到了比较好的状态 那只是需要把它们的混动系统拿过来 和他们自己的2.0T机器 去做一个相应的匹配和调校 那最后就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那它的百公里的友好5.3升 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重大行驶 10th SUV应该算是不错的了 那好 其实广汽传奇在中国品牌的高端化当中 做的一直是比较不错的 那至于后续的这些车型的表现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